小老鼠的漫长一夜 夜已经很深了,大老鼠早就躺在它的大床上睡着了。 可是小老鼠却躺在小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大老鼠,大老鼠! 小老鼠喊着。 有什么东西整呼啦呼啦的绕着房子跑呢? 大老鼠睁开一只眼,竖起一只耳朵,听了听,说。 那只是刮风的声音吗? 那我能不能到你的床上去睡呀? 小老鼠问。 不行,睡不下。 大老鼠翻了个身,又睡了。 小老鼠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 忽然,在呼啦呼啦的声音里,它还听到啪啪啪啪。 小老鼠,小老鼠爬下了床,把前门拉开一条缝,偷偷地往外看。 呜,呜,呜。 外面刮着风,一个人也没有。 大老鼠,大老鼠,大老鼠,小老鼠又喊了起来。 好像有人在啪啪啪地走路,说不定屋顶上有小偷呢。 大老鼠,大老鼠,慢腾腾地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说。 看,那只是树枝在啪啪啪地敲打窗户,回去睡觉吧。 那,我能不能到你的床上去睡呀? 小老鼠问。 不行,大老鼠说。 你睡觉不老实。 小老鼠回到自己的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 风呼啦呼啦地吹,树枝啪啪啪地敲打着窗户。 还有什么东西在叫? 呜,呜,呜,呜。 小老鼠又爬下了床。 这次,他先看了看床底下,又看了看衣柜里面,觉得很害怕,就叫了起来。 大老鼠,大老鼠,我觉得屋子里有鬼,他要来抓我呢,他不停地在叫,谁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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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老鼠,大老鼠叹了口气,坐起来仔细地听了一会儿。 那不过是一只猫头鹰,就跟你一样,它也没睡呢。 那我能不能睡到你的床上去呀,小老鼠问。 不行,你的脚丫子总是凉凉的。 大老鼠,小老鼠回到自己的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呼啦呼啦呼啦地吹,树枝啪啪啪地敲打着窗户。 猫头鹰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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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他打开房门 大声叫着 风安静点 树枝安静点 猫头鹰安静点 可是没人理他 然后他跑进厨房 关进了水龙头 又把雨伞收了起来 那我能不能睡到你的床上去呀 小老鼠问 不行 你还是睡自己的床更舒服 大老鼠说着 就把小老鼠抱到了床上 小老鼠躺在床上 听着外面的风呼啦呼啦地吹 树枝啪啪啪地敲打着窗户 猫头鹰呜呜呜地叫 他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 就在这个时候 呼噜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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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鼠 大老鼠 你在打呼噜 困得要命的大老鼠 从床上爬起来 给小老鼠戴上耳套 又用回形针夹住自己的鼻子 然后钻进了被窝里 小老鼠 小老鼠又躺到了床上 咦 什么声音都没了 实在是太安静了 他听不到外面的风呼啦呼啦地吹 听不到树枝啪啪啪地敲打着窗户 听不到猫头鹰呜呜呜呜地叫 也听不到大老鼠打呼噜 周围太安静了 小老鼠觉得 这个世界上 好像只剩下了他自己 小老鼠摘下了耳套 下了床 拿掉了大老鼠鼻子上的回形针 大老鼠 大老鼠 小老鼠哭了起来 我好寂寞呀 大老鼠掀开毯子说 那就到我这儿来吧 脚丫子凉凉的小老鼠 钻进了大老鼠的被窝里 他动了几下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大老鼠躺在床上 听着外面的风呼啦呼啦地吹 树枝啪啪啪地敲打着窗户 猫头鹰呜呜呜地叫 还有小老鼠呼吱呼吱地呼吸声 不一会儿 他又听到早起的鸟儿们 在叽叽喳喳地叫 叽叽叽叽叽叽叽 闹钟响了 但是大老鼠和小老鼠 谁也没有听见 因为他俩都睡得太香了 吃飽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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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